就是这里面首页 你确实看不到一件事情 这个使用者 使用者跟心得使用者 它既然是有差别 那差别我应该怎么样去呈现 好 那我接下来呢 我就介绍一下这个Power BI 它怎么做 我把它整个直接做完给你们看好了 首先因为这真的不是很困难 可是你看我做是蛮简单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就打开Power BI Power BI是大数据分析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连 直接连什么呢 对它是免费工具 它是微软公司出的一个大数据分析免费的工具 记住 Server板它有Server板 现在我现在秀的是单机桌机板 不用钱 它的Server板都是千万起跳的 你没有听错 它Server板 就是如果你单机你都会用了 那你会不会想要变成Server板的一个使用方式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免费没有便宜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首先第一件是我要取得资料 取得我的GA的资料 所以在线上服务这边我就要选择GA 然后连接 然后接下 刚刚我选错了吗 其他 线上服务GA 连接 然后连接到第三方 为什么第三方 因为Power BI是微软公司 我是第二方 我是使用者 第三方就是Google公司的GA Google公司的GA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直接点继续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你看 这边就直接连到Google公司的GA了 然后我刚刚的网站是 这个 Teacher.2 然后这个网站 孙再阳电脑教室 底下所有网站 那我要叫哪些资料 你一定会很疑惑说 哇 这边怎么那么多资料 其实他用的单字都是比较偏国中程度的单字 好 例如说 我先放时间 我放每一日 每一天 好 还有我要取出来 还有我要取出来使用者 使用者 使用者是不是user 那使用者这边有什么 有users 还有什么 new user new user在哪里 这个 这个 好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就是我等一下取出来的资料 这里面算是一个很大的资料库 你可以想象吗 可以 好 然后接下来你只在截取我要的资料出来做分析 然后接下来按确定 你可不可以把浏览量 浏览量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虽然都是英文 但是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 像刚刚那个工作阶段在这里 session session 就点击次数 session 好 还有像那个网页浏览量 page page底下 pageview pageviews 有看到吗 好 我这只是提供给你参考 这是另外一个课程 但是很简单 就画出来这些图 你看我现在大概才讲了多久时间 大概三分钟 预计在三分钟我就可以结束这一段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 自己捞GA的资料 自己来做分析 这是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我们不是会有开那个GA会开什么 五天的课在上什么 就是自己捞这些资料 自己来做数据分析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针对日期 针对日期 然后我想要知道 我想要知道 我用折线图好了 我用折线图 我想要知道什么 使用者 所以我就勾使用者 这就是使用者 然后再来我再勾新的使用者 然后这边可以发现一件什么事情 这边可以发现什么事情 就是当我今天 这就是第一张图 当我今天使用者越来越多的时候 然后我的新的使用者 那个增加率呢 它是减少的 可以吗 这边 这边的距离是越来越大的 好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我是不是想要去看 看什么 例如说这个是 假设我现在我想要去看一下 那个连续性分析 连续性分析 这边有看到吗 好 这边是不是有开始有下降了 再继续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边有变大 然后这边也变大 然后可是这一段期间 它是缩小的 缩小的 听得懂我在讲 这网站流量分析吗 所以请问一下 使用者跟新使用者之间 它应该是 是有一个相关性 然后这个相关性 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一个变化 那你可以用一周 一周的话 你就只要显示这一周 或者是我现在是显示 全部的资料 来去做资料分析 甚至假设你今天 你想去做 淡季旺季的分析 什么叫淡季旺季 淡季旺季 像这个是整个12月 它把所有1月2月3月全部都整合在一起了 所以你看到一件什么事情 原来我的一个网站的学习 它是有曲线的 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边 这边反而是比较多的使用者 比较多的使用者 可以吗 好 那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通常这样子的资料 这样子的资料 我们干脆自己 自己从Power BI 直接去抓图 抓图回来 自己去做分析 这就是另外一个课程 然后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 因为去年的时候 我有在贵校 开了一个大数据分析 对 对 就是去年 大概年底的时候 我开了一个大数据分析 就在教你们这件事情 好 然后他可以直接连GA的资料 他可以连脸书的资料 自己抓回来 自己来分析 小三是谁 听得懂吗 脸书里面谁来按赞 哪些学生 例如说你po了这篇文章 哪些学生来去一直按赞 这都是合一很容易 分析出来的 好 那我只是想说 在最后的时候 因为我实在找不到 那个 因为有一位同学 他询问就是说 那如果我今天 我想要去看新的使用者 那新的使用者的表现情形又是什么 干脆因为我找不到 因为代表GA 他只分析使用者 你知道里面资料量多大吗 所以你要分析什么 干脆自己抓回来 自己做分析 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好了 像我们大概只能跟各位分享到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有了一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要做资料分析 怎么做这个网站流量分析 其实GA他都已经帮我们把图都画完了 画完了之后你要看懂这些图呈现的意义 再接下来最后像下午的课程呢 我们还有像目标族群 例如说性别你还没有看到吗 还有像例如说他是用什么方式 什么方式来去看你的网站 或者是什么地区还有更进一步的一些说明 然后再接下来还有像那个网站的设计量分析 好这就是那个下午要跟各位分享内容 好上午我们就先暂时上到这个地方 下午是 那个下午的话是1点20分会开始上课 然后1点10分会这边教室会离开 好 好那我们上午就先上这边 谢谢大家